如果在美国开车的话 万一遇上车祸 很多时候就要租车代步 不过汽车保险如何给付 可以租多久呢 多文新闻和华欣保险 联手制作的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特别请来的华欣保险的 汽车房屋保险专家 向观众朋友来解说 假设我只是被轻轻地擦撞 而并没有到车子 不能安全行驶的情况之下 我就马上把车子丢到车行去 然后就马上跑去拿一个租车 在这个情况之下 保险公司是可以拒付 你在这个期间之内 所租的租车费用的 那通常我建议民众的方式是 一旦发生车祸 跟保险公司都约好 都讲好了以后 在指定的时间之内 到这个指定的当天 到车行去把这个车drop off以后 就可以开始去租车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会减少这个权益受损的部分 额外要提出另外一点是 有些时候在车行 他们在修车的期间之内 因为有的时候不打开这个车 不知道要怎么去修 那会有零件 它会需要额外去做定制的这个问题 那要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今天这个零件 它需要额外这个特别去做定制 请麻烦车行跟保险公司 保持联系 为什么 有发生过 明明修车修三天 等零件等七天 在这个期间之内 要是之后 保险公司跟车行要 这个证明的时候 车行拿不出来 那他可以把这个七天的费用 转交给这个受保人 去做支付的 所以跟你的车行保持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这个车行的部分来说 最好了解一下他们的作业状态 然后再把车翻过去 会比较好 看问题找答案 华欣保险我该怎么办系列报保 星期四将会深入探讨 车祸发生之后 有关汽车保险理赔 额度不够该怎么办呢 星期六的晚间 将会深入解答 各种与车祸有关的保险问题 敬请观众朋友锁定